就是中国外交部突然宣布 取消了制裁这个美国卫讯公司 在记者会的时候毛宁讲的 但是因为他讲的话非常的简短 然后那个叙述成文字呢 也非常的短 大家知道字少是大 所以很特别啊 这家公司 鉴于情形发生了变化 当初制裁你是有理由的嘛 但显然这个理由不存在了是吗 发生了变化 所以中方决定取消 对卫讯公司的反制裁 什么事情呢 在今年的一月份 因为美国对台均受 那这家公司呢 对台湾卖了这个讯安系统 作业维持 所以在1月7号被中方制裁 而这个也是中国第一次 宣布取消对台均受 这个的一个制裁 第一家公司被制裁之后被取消 因为对台均受就是 对大陆来讲 这是无法忍受的事 那到现在为止 这家公司也非常低调 大好消息公布啊 但是点点没有做出任何的说明 毛宁也没有解释为什么 只说情形发生变化 显然就是非常的敏感 那中国网友各自解读就说 很简单 这家公司应该已经承诺 不均售台湾了 亮哥怎么看 那个三邦仔 三邦仔在大陆网络 我去查他的售价了 大概是3800到5300人民币 人民币哦 那听说在美国是卖 大概接近一万美元 三千美元 一万美元 一万美元 他到一开始啦 因为我现在看的是现在价格 当初大概在大陆只卖3000人民币 那到美国就卖3000美元 对 那后来就是 大家骑的就很方便嘛 因为美国那个很多乡村啊 那本来大家也不会去太远 就是方便在农场走动嘛 那他基本上冲一次电 大概可以行驶60公里 所以他不是三轮车 他是电动的 电动三轮车 那他甚至还可以载 那个孙子去学校上课这样 所以很受欢迎啊 而且他也不需要工厂去做啦 那只要有个仓库就有人组装了啦 那结果后来 就开始有人看到商机 就开始大量进口 所以你才会看到那个4.4亿美元嘛 4.4亿美元事实上 对这个三泵仔来讲是很大的订单啦 那这个结果就被美国的汽车 商业工会去商务部告状 因为他弄了这个就减少了那个 pick up的销售量 那pick up在美国 那个价格起码是两万美元起跳啦 最少啦 那他们就觉得这怎么可能只有三千美元 就觉得不合理嘛 那美国商务部就叫来调查啦 就给你乱加价啦 就说这个如果在美国卖一万 大概中国的成本大概要五万美金这样 说中国政府不知道补贴到哪里去了 所以就中国老百姓看了就觉得很好笑嘛 就说怎么可能啊 到处都是 而且我现在看它的价格 它卖价大概就是三千八 所以还是这么便宜 而且是人民币喔 上网就可以买得到 就买得到 对 而且有各种型的 那美国因为很受欢迎 还有定制的 听说定制 最高档可以定制到 一万美金左右 就加上各种功能这样 结果现在就是美国商务部介入嘛 它是不是会禁售还不确定 不过会加关税 会加关税 那这个就是美国 这个讲白了啦 就是你美国的汽车工业 已经落伍到这个程度了 你随便做个东西都那么贵 所以你怎么跟人家竞争呢 事实上我们上次也讲到 那个比亚迪的海欧汽车啊 美国真的把它拆开来看啊 那中国大陆的 在中国制造的成本 大概只有九千美元 那到了美国人 人家大概定价 一万二到一万五 那美国 美国就说这样不行啊 后来就加到两万嘛 那美国当地的车 大概至少都是两万七以上 那结果现在又碰到一个 更可怕更便宜的 这个美国人大概没有办法理解 怎么会这么便宜啦 事实上中国大陆有很多 你如果是在中国购买 你都会觉得便宜到 没有办法想象的地步啦 所以你才会在广州啦 义乌啦 就看到一大堆非洲人 跟这个东欧的人嘛 随时在那边挑货 就太便宜了 便宜到不可思议这样 这个你可以去问谢龙介啦 谢龙介说他有一次 透过一个朋友去买那个 那个LED灯啦 他说那个如果真的批进来台湾 那台湾全倒这样 他说价格只有五分之一 反正他就是做得出 我觉得他一定是量很大啦 然后又有一定的 这个是好像是人组装的 还不是用机器做的 那至于你刚刚讲到那个军售 对 卫讯 是因为这个 那个Fireside这家公司啊 去跟中国政府 表示说他错了啦 说他以后不会再卖了 I'm sorry 可是他基本上做的还不是 直接的攻击性的东西啦 他就侦查卫星这样 那中国政府就采信了 那当然很多网友不以为啦 那他说你怎么知道 美国公司会跟你说 实话 那这个没办法 这也不是毛铃座的决定啦 他怎么回答 反正中国政府就是决定 原谅你一次 但是这个就可以做给 其他的军火公司看嘛 是不是 当然是这样啊 不主要是这家公司啊 在中国大陆有相当的资产 对对对 有些合作 就是被抓到了 事实上 事实上中国大陆到底 有没有认真在查 他目前所进 所这个列入黑名单的军工产业 在中国的所有的资产啊 这个这个case可能露出一点端倪啊 可能真的有差 开始了开始了可能真的有差 所以他才会才会知道 哇这个损失可大了 那个事实上我知道有一些公司 还是跟中国大陆有一些合作啦 所以这个至少事大嘛 确实感觉上是很大嘛 你讲的异常的简短 这是对台军社所有 最小公司可能算是最小的公司 最小然后最快认错 应该是 马上原谅 胆子比较小 对联动效率应该是蛮大的 我们继续看下去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